他在網路PO一些不實的一些指控 那我們飯店業者經過思考 也直接跟旅客來做聯繫 所以當你搬床的時候 在這邊就看到事情發生的案例了 我跟房務人員說 請房務人員馬上拍照給我們 好讓我們櫃檯人員知道事情發生的 那個照片受損的狀況是怎麼樣 後來我們就當下馬上通知旅客 讓旅客到現場來了解狀況 在整個錄影的片段中 我們已經有做查詢 在旅客推訪之後 整個過程是沒有其他旅客進來的 只有房務人員進來 他們所扩判也是這一頂床 這一頂要價多少 這一頂要價來講是47,600塊 那我們第一階段已經跟消費者來做協調 消費者也在第一階段跟我們說 他們會去做商討 那商討的隔天呢 在前一天我們打電話給他 商討的隔天我們就知道說 他在網路PO一些不實的一些指控 那我們販店業者經過思考 也直接跟旅客來做聯繫 那旅客也思考否認 說他沒有做這樣子的動作 那我們也只能採取行動來做回應 那所以我們並不會 好並不會一定對旅客 做提告的動作 但是我們要讓社會 讓媒體知道 我們並不是在隔天 才去告知旅客有這個情形 我們是當下就去告知旅客 我們是當下就去告知旅客了 再次回到ян 就要放下就去告知旅客 感谢观看